好 那就先这个 大鑫啊 这是我家孩子苏琴姐 之前一直在老家来着 我想让她来我们这份念书 你看方不方便让她跟我跟这住进去 过来边 我可以找房子 苏怡 您女儿送我帮个妹妹 这种小事不用跟我说 直接安排就起来 来 谢谢女总 谢谢女总 像花蓝啊 别让我再看见你 好了 女总 我再溜过去 苏琴姐 她腿怎么着了 这是 不小心摔了一脚 快赶紧进去包扎一下 跟苏怡说 马上不用等我回来吃了 又行李怎么了 又受伤了 快看见幸福 来 起什么去了 你这脸怎么了 快起来 心空下 拥抱着快赶你 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如果我在学校遇到困难 可以告诉你 我能帮你了 我能帮你了 快起来 快起来 你这一集团老总吧 真的假的 真的 就是这回特意为苏琴去过 哪还能看到苏琴姐 这些什么都是真的 过来呢 这苏琴姐 不是没有往来远的情绪 我也是 要是你跟着你有少不多 但我觉得你也是不太 看着 靠我现在 会对我心情绪 不会吧 没有关系 你会在这 我都会在这边 苏怡别忙了 跟琴姐一起做来吃饭吧 比赛我们走 我觉得这个称呼叫起来有点生疏 我以后能叫你大星哥吗 可以 可以 按照苏怡的备份 叫我大星哥给你 大星哥 喝点油奶的色 好 大星哥 这是我亲手做的三明治 拿到路上吃饭 谢谢 大星哥他喜欢我了 你没什么想要收钱 我不肯定可以这么离开 我肯定回去 我给你搜寻定 你清醒一点吧 你以为运总看不出你的小把戏吗 黄叔 费车 柳琴姐怎么了 又受伤了 快看见见我 来 我真看不懂这小功能为什么 也许是他真的遇到了困难 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帮忙 晴晴 你这脸怎么了 快起来 是不是谁欺负你 如果在学校遇到困难可以告诉我 我能帮你的 大星啊 我怀疑我家晴晴 应该是最近在学校被人欺负了 我怎么问的都不说 我知道之前那学校你一次入过 你看你能不能帮苏伊打听打听 看我到底怎么回事 苏伊你客气了 刚好明天我要去那边谈一项 我会去学校聊一项 我会去学校聊一项 麻烦了大星啊 余总经过学校调查 并不存在有学生霸凌苏晴晴的情况 倒是最近呢 同学们之间会有传闻 说她是震惊未来的女主人 所以很多同学经过家长授意呢 会给她送一些礼品 不知道这个情况 余总你清楚啊 苏伊 苏伊 这就是我了解的全部情况 平时现在年纪比较小 容易走弯路 你还是适时的劝导一下吧 大星不好意思啊 给你提麻烦 我回去一定要好好说她的 苏伊 她喜欢我 醒醒了 以后再你让她 就好好过好自己的日子 她喜欢我 她喜欢我的 王叔给你了